一人范瑋琪怀孕七个多月 小朋友只将出世了这老公黑人 陈建州却把范范留在家里头 原来她到大陆来参加真人秀赚奶粉钱 不过当黑人遇上女神Angela Baby 居然心软放她一马 不知道这老婆范范做何感想 黑人驾到吓坏了兄弟们 黑人怒吼一声一上场就气势逼人 摩拳擦掌好像在拍警匪片 但是遇上Angela Baby英雄气短 刚才的眼神虽然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现在好乱 Angela Baby趁着黑人犹豫不决的时候 赶紧开溜 黑人遇上真正的对手 展开一番激烈厮杀 连大陆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都不是她的对手 不过黑人最后被两个人夹击 在这场撕名牌大战中还是被淘汰了 黑人把七个月生孕的老婆范范 独自留在家里 到大陆参加真人秀 传出一级酬劳千万台币 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赚奶粉钱 记者戴绿综合报道